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 今天是 今天是5月25号 我们这是大家感谢 再次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多少长时间没见了 得有一个多月了吧 平常时间的 咱俩没有同时露面了 是啊 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现在虽然是level 2 已经可以 小规模的 10以下的聚位允许了 今天呢 我们开始转第几圈啊 第三圈 第三圈开始了 转圈这个故事 大家还不知道 还记得不记得了啊 好 我再给大家这个重复 给新来的朋友们讲一讲 这这这第几圈什么意思啊 这个转转几圈的时候呢 呃 是在旧约圣经的一个故事 是啊 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城的时候 耶利哥城啊 特别高大 人守军特别的强 可是以色列呢 都是老百姓拿锄头的 怎么能够攻这个城呢 这个很多呢 人家就是慌了神了 说我们呀 攻不了了 赶快撤吧 赶快逃跑吧 这个人家那个城高 那个人也高啊 能大壮 怎么办 那当时呢带领的军队的人叫做约书亚 他呢 上帝就跟约书亚说了 你按照我的方法 在吹号 啊 抬着约柜 在这个城啊 转七圈 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就行 然后呢 这个约书亚就带着这些 这些 所谓的兵啊 拿锄子 拿棍子的 嗯 就 就按照方法去做吧 转了一圈 两圈 就是两圈之后呢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他们就开始都怎么回事啊 就开始怀疑了 咱们要打仗呢 是吧 要攻城 咱们应该把自己变得这个这个这个 在武力方面 在武器方面变得强大才可以 对 放得强大 还是怎么着 你这是这种无谓的转圈 抬着约柜 站圈 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啊 然后很多就开始不满了 但是约书亚说 你要相信上帝所说的 嗯 然后呢 继续吹号角 转 第三圈 第四圈 第五圈 第六圈 还神秘 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他们没有停 就转的 转完第七圈之后 耶里哥城就塌了 不用打 直接塌了 直接塌了 上帝告诉你转就转 转啊 之后他们就攻进去了 这里呢 就说明你对上帝的信心话语 你对他是不是完全按照他话去做 虽然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任何丝毫的变化 他在背后就已经开始了 对 发动做工了 而且呢可能这个七字啊 已有一个特殊的 嗯 背后的意义 对 没错 这在易经里面这是更挂 更为期 更挂为期 将来我们会更加的详细给大家解释 今天呢我们因为上次正好在疫情结束 疫情开始之前我们结束了中庸系统神学的研究讲座分享班 这次呢我们要继续讲一个什么话题呢 我们还是本着呃神学本土化的原则继续给大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圣经的救恩 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嗯 我们我还干了一件事情 我呢是通过一个朋友呃 现在在呃 菲律宾菲律宾读神学的一个朋友叫做任天堂通过他 任天堂 电子游戏啊 对 他的名字就是这个 李红锦日本人吧这是 还不是 可能是那个红白鸡时代的 他是80年代的孩子 然后呢呃 哦 这就是名字还是 名字叫任天堂 他这就叫任天堂这个名字啊 很奇怪 我当然也不敢相信 哦 好吧 可能是谁学谁我就不知道了 他 通过他 我我问中国传统神学神学的这种 你认识有没有比较有有有有有这个名气 或者愿意帮助 愿意这一块传扬这个这种这种这种学术这种本朵话的这种人 他说有两个你去问一下 嗯 第一个是道风山 第二个是 啊 田东新 嗯 好了呢 我就查了道风山 道风山呢 是 你 王老师去过香港 那 去过好多次 往到海了 但但是没有去过道风山很遗憾 那 道风山呢 他是 一个 外形酷似 道教的这么一个 嗯 道教应该道 惯了 是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 他是信义信德信德宗下面的就是马丁路德宗下面的一个特殊分支 他信仰上保持着传统的新的新教的方式 当然在 呃 建筑方式崇拜方式是结合中国道教的形式 嗯 所以呢 下次大家如果去香港一定不要忘记去到风山去看一看 啊 非常感兴趣的 哦 我也我也会去的 但现在咱们不去啊 然后呢 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这个期间我又联系到了 还没有说另外一个老师 对另外一个是妙风山 一个是什么 一个道风山 一个是道风山 道风山 一个是田通心老师 我呢 记忆星期间给田通心老师写了封信 我说田老师 我在写信之前 我研究了他的一些学术论 学术论文也好 是那个在那个学术文 学术期刊上登的那些文章 我一看他写得很好 他是田通心老师是谁呢 田通心老师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儒家基督徒倡导者 他推崇的是儒家神学 是南京吗 金陵 对 南京金陵神学院是非常有名的神学院 南京神学院 我们知道这个在大陆因为宗教上面比较不开化 所以我不知道咱们在中国的这些神学院的话 他是不是有这种研究的实力呢 我不太了解了 最开始我也带着怀疑的怀疑的心去审视 特别是中国的教会 中国的神学院 也是带着这种怀疑的心去去看待他们的 确实他这个神学院不可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神学院就在研究方面更加自由 在在那个论文选题上更加自由 但是据我看的一些他们的文章在学术上面还是可以的 可能只是某些领域他们不去就国家不鼓励他们去研究 当然在学术的层次上要比我想象的好 当然他的缺点是可能是在国内中国的学神学院这里 他的书籍资源没有国外多 这是确实中文的书籍没有那么多 老师都是说讲中文的 他没有那个西方的那些洋人来过来教 现在他没有到那种程度 但是他的传统还是可以的 因为他毕竟是当年协和神学院的 那是跟那个 大厉害了 庚子 这跟庚子培议院可能有关系 他们建的那些神学院大学 那个时期就有了 只是解放后呢 对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吧 就是在庚子赔款以后 其实这个八国联军也好 那些外国的那些势力也好 他们并没有把这个赔款当做一个就是付了自己的腰包了 而是把这些钱转过来投到中国去 然后做了一些文化方面的建设 还有医疗体制的一些建设 对不对 特别是咱们北京大学的前身啊 像什么这个协和医院的前身啊 都是由这个庚子排款里边的钱作为这个原始资金来启动的 特别是美国在当时 美国那些 现在美国怎么讲我先不说 当时呢 美国的基督还是比较善良的 他们用了知道这些钱呢 本来他就是打八国联打进来就是想要传福音的 然后呢 这些钱呢 他就说这些钱我们要了于心不忍呢 是 那就是要投一部分钱 建什么呢 建教育学校医疗 所以呢 一建立所大学 这个美国人在那个时期 八国联军的那个时期 包括之前也干了一件好事 包括对太平天国的那些 对太平天国的那些就是 就是就是被灭掉的该杀老百姓 无辜的老百姓啊 嗯 的那些救助 把他们带到了太平洋岛国 是吗 啊 到太平洋岛国到这儿来了 太平洋岛国 这附近呢 不是 撒摩啊 撒摩啊 他他们比较往北一点的 对 往北的 因为当时的那个清 你们 他们可是基督徒啊 可是清清 英军认为他们就是叛贼啊 那杀他们的手 手段非常残忍呢 哦 是啊 啊 有一个英国军官的日记 他说上帝啊 请你饶恕我们吧 嗯 他 太平洋岛国的失败 百分之一半以上 是一跟英国舰队的 英国火力攻击有关呢 嗯 英国 攻哪边 上海啊 啊 他那个不让台平天国去打上海 但他要打了 当就就剿匪叫杀 台平国 后来呢 英国偷偷的为了保证自己的殖民地的利益 嗯嗯 因为台平天国说了呃 问美国人也派派去了 咱们提外话 美国人也去了 英国人去了 跟洪秀权说 我帮你把清兵推翻 嗯嗯 这我不知道啊 是吧 你能不能 通伤 这基督教信 通伤 基督教肯定已经信了 通伤 香港的租界 香港那个你承认不承认 上海的租界承认不承认 嗯嗯嗯 啊 能不能把天津开放啊 能不能把神兵开放啊 嗯 洪秀权说 我不能够当买国贼 嗯啊 英国人一听不行啊 我我帮你的话 那我这这租界也没了 啊 香港也得还 嗯啊 我不能帮你啊 嗯 英国呢 就就帮一帮 那我就保证我利 因为这个台北天国要 马上就要把上海占了 嗯 说你的上海那些租界都我来换 啊 这是我们的领土 那英国的那个 这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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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偷偷的就跟那个 那个清清政府就说了 你开东口啊 你通过这些签 这些条约 北京条约 还什么条约 嗯嗯 我帮你把台北天国给灭了 嗯 那他怎么英国有武器 那都有这个背景啊 火气啊 那在这个帮助下 那美国一看 这哗哗哗哗哗的就败呀 然后呢 英国的就是抓了很多俘虏 那人人家有枪啊 那人家有枪啊 就带到清兵 清兵的怎么杀他们呢 咱们不说比南京屠杀 大屠杀很不很 很十倍以上啊 那英国军官写的日记啊 说上帝啊 饶恕我吧 他亲眼看到清军的屠夫杀老百姓怎么杀 嗯 他不让你死亲手把你抛完堂之后用手掏进去把心脏掏出来吃了 原来这他这英国军官写的日记里他忏悔路 他说我让帝饶恕我饶户大英 饶恕大英帝国吧 如果你我们这么做是为了钱的话 上帝的惩罚不会离开我们的 嗯 咱们说的在说到这个这个赔款的南京 这个美国人当时为我这还说到美国美国基督徒 那时候美国还没有英国那么美国刚建国嘛 基督信仰比较强 就是那好 我们就帮着这些这个别别在那个这个这个老百姓 没地跑啊 那清明过来 你就所有的这些归属这个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些长毛 他们不太平天国不不不留辫子就叫长毛 那全就是任庭那些清军屠杀就虐死啊 美国人看不下去了 救了一拨人就逃到了太平洋岛国 啊 我关心这个他们现在还有吗 有吗 就讲讲汉语吗 现在已经就是住在 所以很多太平洋岛国 我的同学我问 哎 他的爷爷 他的祖爷爷都是中国人 啊 是吧 然后呢 他就说你什么时候来 他是一百年前就到了 那这么有意思啊 不知道啊 所以咱们有机会去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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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家撒 特别撒摩 咱们去看一看 那时候就是 嗯 那些就 我觉得咱们为此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啊 对 哦 是吧 这是一个历史 这是我当年在读神学时候研究太平洋天国历史的时候啊 英文文献中读到的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给我们一个一个灵感就是也是怎么说一个想法 咱们是不是可以被啊这个文化互相的沟通啊 做点事情 因为太平洋岛国毕竟呃是也是我们在新西兰文化的一个主流啊 是啊 他没有导国文化 不光是毛利文化 因为很多很多人都分不清毛利人和他导人 嗯 毛利人是毛利人 导人是萨摩 嗯 呃 汤家 库克 对吧 库克群的 还有 牛耶 还有什么 那个 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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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些导的那些人 他们也是之后大量的来这个新西兰当那个果园工人 啊 后来就留下来了啊 啊 啊 是我们我觉得有这个责任啊 是吧啊 在都 我跟他们有在念书的时候 大家都是摸摸在一起 有一些那个文化上的交流啊 他们非常热情啊 就是 所以就是这东西 就是就看我去了就给你拿走 然后呢 吃饭呢 从来就是来过来吃 没有说怎么怎么样的 嗯嗯嗯 然后插了一段插了一段非常有意义啊 对 再回到这个这个 那个田中心田田中心老师 他呢 就是金陵邪恶神学院的儒家基督徒倡导者 嗯 他呢 曾经我在读他的时候 他曾经写过儒家神学 他呢 他呢 儒家神学就是 他要完全承认完全承认赞同当年明代立马斗所做的一切努力 包括立马斗和白晋 王老师知道白晋 对对 王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白晋 白晋呢 白晋是一个法国的一个传教士啊 他有非常强的一个这个哲学思辨能力不说啊 他还有什么非常强的这种科学的就是所谓现代科学的一个一个一个思路 就是呃 跟立马斗一样 他也会这个天文啊 也会地理啊 也也会这个现代数学啊 化学啊 都会 然后呃 他主要做了 我我知道他是通过两方面吧 第一呢 是他呃 解了周易 解了这个在他的视角上 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边重新梳理了一遍 他的一个思路呢 就是说属于什么呢 属于呃 站在基督角的一个 一个角度 就是我来翻译一下 这个这些中国的景点背后的基督教的含义 对 那他书里的呢 东西呢 就是也在被很多传教士都现在今天的传教士啊 他中国传教我听到的 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从哪哪来的 我知道这是白晋说的 比如说有个传字 他们如果传字你知道吧 怎么写啊 左边一个周 右边一个啊 这个什么啊 他白晋怎么说呢 叫船八口 嗯 叫舟八口 就是船 什么八口是哪八口啊 就是 那谁他们家那八口啊 就是诺亚方舟 诺亚他们家那个八口 为什么船呢 舟是大船的意思 对 大船将上八口人 所以呢 中国古人早就知道了 诺亚方舟这个事儿了 然后他在这个写的文字里就就把这个密码啊 秘密啊都已经隐含进去了啊 这是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 白晋呢就是按他这个思路就把中国的这些古代的经典啊四十五经典都解了一遍啊或者是比较全面的解释了一遍 当然了这里面怎么说呢 这个在基督教里面叫什么学啊 这叫 呃 索隐 索隐 是不是 索隐 索隐 是不是 你要找到它 the hidden meaning 是不是 你找到它背后的那个意思 试经学啊 试经学 试经学 对 这就是白晋的试经学 嗯 讲清楚了吧 嗯 那白晋呢是一方面 一方面它是在试经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 第二呢 第二是什么 就是他有一个好朋友 那个好朋友也是比较比较牛叉的一个人物了吧 名字叫那莱布尼兹 莱布尼兹啊 莱布尼兹听得耳熟吧 跟科学计算机是不是有相关 诶就是他就是二经志的一个创始人 哦 对 莱布尼兹是个大数学家 你知道吗 他在研究一个数学 他这个思 他跟牛顿是同时代的人吗 他跟牛顿在非常就是就是完全独立的情况下 各自发现了被积分 嗯 嗯 但莱布尼兹的这个数学 你其实这两个人都是神学家 啊 这两个人都是神学家 牛顿也是神学家 但这个莱布尼兹是更加纯粹的神学家 哦 纯粹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这个人天沟通啊 人跟上帝沟通啊 嗯 必然有一种简单的逻辑 嗯 而这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什么呢 嗯 就是 呃 一种必然有一种数学的一种体现 嗯 啊 他认为二经志就是 哦 对 那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把二经志放在了 用在了这个AI上面 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台人 我们已经用在法车 我们发现啊 确实是这种二经志 这做这种计算的时候 它强大到 呃 盖过 盖过人脑 啊 如果要是说 我们现在的量子计算 把这个二进制变成了一个 中间有一个模糊的一个三的一个状态的话 啊 我们上次其实讲过这个话题 嗯 那就是量子计算机的一个强大能力 对 对 那有可能就是上帝的思路 嗯 很好啊 那他跟白晋是什么关系呢 白晋寄了本书 给这个莱布尼兹 哦 这本书是什么呢 这本书就是周易 那他是翻译好了 他爸 翻译好了 对 对 他不认识中文 是啊 对 白晋把这个周易 译经 嗯 翻译成了法文 白晋法国人吗 翻译成法语 不一定是法语啊 对 对 翻译给他们 然后这样的话 有助于西方二金治研究 对 当时 莱布尼兹看到周易的这个版本的时候 又说啊 就原来二金治你们早会了呀 哦 对 啊 因为 在这个二金治里边的方圆图 就是我们这些这个这个图 这图称里边 太极图啊 八卦图啊 六十四卦的一个图里面 早就隐含了六十四卦 早就隐含了二金治的这个密码 嗯 好 当时莱布尼兹有这种惊叹 当然现在有两种说法 就是有人说这个莱布尼兹 它是独立发现的二金治 知道吧 嗯 嗯 如果要是我们有很多这个这个学者啊 就说呃 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就说啊 这个呃 莱布尼兹看了周易以后 啊 知道二金治的 哦 都有这么个说法是吧 也可以 有有有有有这样说法 事实是不是不知道啊 事实是不是呢 哎 现在我们有新的一些发现 嗯 后来就是说 一般来讲的话 这是完全独立的两件事 因为人家已经早会了 但是我们新的一些史料类发现了以后呢 发现还真的有可能是 哦 就是他看到的白晋的这个版本时间比较早 嗯 对 嗯 也许是莱布尼兹就是看到了周易以后 嗯 发现了二金治 嗯 很大可能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吧 嗯 那我讲完了 就是 就说这个白晋莱布尼兹 还有这个 再回到这个田通心老师 就他肯定当时白晋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和立马斗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但是立马斗所做的事情 在当时的情况下 被西方罗马教皇坚决的否定了 嗯 那那个这个立马斗做了什么呢 对吧 立马斗的墓还在北京哈 北京党校 去过 那个那个立马斗啊 当时是想把中国的 这个把基督教啊 中国完全中国本土化 因为他知道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可能让中国人像西方那样 因为他从西方来的嘛 他就是允许 中国人 可以对吧 祭祖 可以祭祖 呃 这个点 这个 嗯 这个 这这这这这这点呢 就是 很 包括现在 也是被很多教会 包括华文教会 严厉 这个禁止的 对 嗯 这个 我呢 当年的时候呢 就是 写这个研究论文的时候 就专门研究 祭祖的现象 包括台湾学者 各个国家学者 包括研究立马斗 立马斗观点就是什么呢 这个 祭祖啊 一般西方人就是因为祭祖 不许这样做 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拜 偶像了 你拜魔鬼了 也好 你拜死人了 这是 好像是 那个 实戒中不允许的 实戒确实是实戒里说 不许拜偶像 不许教鬼啊 嗯 啊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立马斗的 争这个 argument呢 就是他的那个 争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说 实戒里也让写了 是宵庭父母啊 对吧 而且呢 人家拜的 人家没有把他当 偶像来拜 人家没有拜 偶像 对不对 我是 他人死了 也是父母 死了 他不是说 就不在了 我们在祭拜 父祖先 我们在祭拜父母 我们是首实戒 我们实戒里写着是 孝庭父母 我们正在那儿孝庭父母呢 对 写了一个信 寄到了那个罗马那边去了 大怒啊 就说赶快又派了几个人 把这个 立马斗 立马斗撤之 结果导致了皇帝大怒啊 而且还不让给皇帝靠头 靠头 你说的是这个 中国的皇帝 对 对 然后 中国皇帝大怒 这 这什么西方的 这个 立马斗 把西方的那个教皇 描写的特别开明 对吧 爱心 什么那个 善良的 不得 西方 结果怎么来 弄了个这个东西啊 皇帝大怒 禁教 本来呢 都已经这个 思想工作做的差不多 已经信了啊 如果要说他让皇帝信了的话 就有可能 全中国都变成基督教的一个国家了 对 就这个 就西方神学 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所以呢 在这里 田东新 失去了一个大好的一个机会 这田东新老师呢 也是赞同立马斗所做的 他认为 他们 他现在 正的努力就是 矫正西方神学之篇 嗯 西方神学呢 直到近期 才有一些新的反思 新的反思 他呢 认为呀 尊重传统文化 他我也 经常讲 传统文化 是认为传统文化中藏有耶稣基督救恩 而不是完全否定传统文化 以前的传教士传统文化就来了时候 你们把你们的那些东西全忘掉 跟我们西方走 我们西方怎么怎么样 人家一看你们西方现在教堂都没人去了 我还跟着你走啊 嗯 是吧 然后那个那个结果的那些传教士发现这些本土文化这些不错 他们本来就有这些祭拜上帝的这些习俗 你让他们全程否认也不行 他们就开始研究神学 人形神学 就现在呢 最前沿的一种理论叫做 之前我给大家讲了C1到C6的故事 今天我不想说了 可以下次有机会再查 出门左转 看过我们上一期 那一期节目 回头我们把这期节目呢 发在我们的链接上面 告诉大家 在C1到C6之后又出现一个新运动 叫做insider insider movement 就是insider 就往里走 不再是 就是inner peace inner peace 表面我该干嘛干嘛 穆斯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首先是他们到穆斯林传教的话 你要是表露出基督就要马上第二天你得杀头啊 你说这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 现在你到中东 你要是 特别是那些战乱国家 你要是敢信基督 你们家都得 你们家属先先把你杀了 不把你杀的话 你们全家都得死 嗯 就也不是被石头打死就拿刀砍死 那怎么去传呢 那就是insider movement 就是说 形式你可以该穆斯林穆斯林该干嘛干嘛让人看不出来 不不在表象上做文章了 嗯 在里头做文章 嗯 这样的基督徒他就一个新的提法啊 我没有说他就是唯一的方法啊啊这是一种新的提法了 然后呢这个我认为insider就是加了er就是说内在的人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insider movement应该是吧就忘理insider movement应该是 而不是insider movement的我确实是是一个新的可能新词 新词可能是在可能很多华人基督徒还没有听过这个啊没有听过这个 因为我呃跟这方面跟的比较怎么说 跟进速度快跟进速度快啊 然后呢 不是说这个insider movement他是在穆斯林世界里这个他们那传交式的那些呃反反反反应写的这个文文章啊发表了 但是同时期间在哎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就有儒家神学运动 就开始了同时间就是说不谋而合了 就怎么说呢 儒家呢保持你那个儒家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里面我通过呃思想的改变不是靠外在的改变 把思想改变内部啊来重新呃研究呃耶稣基督救恩的意义 嗯就是就是这个田同心他推厂的推崇倡导的好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最近呢我跟他联系之后呢我得知他最近2019年就是去年12月份呃 啊出五五月份他已经写完一本书了12月中出版的这本书叫什么呢叫做基督义传嗯啊这种一基督义传啊写了一本书说哎这本书是什么呀 啊然后呢那个田老师那个我能不能把这本书给我看一看啊我想买买不着啊您能够看田老师说好你你是做本土神文化研究的这本书我给你发过去哈哈哈哈哈哈没有版权直接我们用了是吧我可以用但版权我要保护啊保护的版权这人家给信我给发过去嗯我一看哎就是 我说哎呀他这个太好了这个这个首先那个王老师你能不能给给大家讲讲什么叫义传这个基督义传是一个新词那义传可不是这个新词吧那不是不是新词啊义传啊首先呢这个义经呢就有我们现在通行版的这个周易哈就有经和传两个部分嗯所谓的经部呢就是指的是啊周文王写的这个挂词啊谣词嗯啊这属于经经部的啊那个呃这是原始的文献最完整的文献是 嗯到了孔子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啊孔子来解读这个呃周易的时候就觉得哦啊其实呃呃你直接看一经吧你直接看周易里边的原始的经文你可能看的不是很明白嗯他呢就给他加上了很多的他的理解那可以说呢就是孔子读周易的十篇心得体会吧嗯 又叫十一十一一就是翅膀的那个意思啊就是十个注解的翅膀嗯有这个翅膀的话你就能读得懂一经了哦那这个我可以不可以理解当然孔孔孔孔老先生孔孔孔孔子他读周朝的一一经的时候呢嗯他写的他的那个心得体会他的他的理解他对经文的理解那就在在站在他的儒家角度 嗯写的这个啊啊已经的理解对对对对对对那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是哪哪段是呃比如说啊前卦前卦你我们说前卦就是呃什么什么是一转自强不息啊哦这是一转这是一转但是但是但是一经里没有一经里没有自强不息这四个字哦对嗯是这么回事那坤卦就是厚德载物啊哦这是一转但是但是一经里没有一经里没有一经里没有自强不息这四个字哦对嗯是这么回事那坤卦就是厚德载物啊 哦这是孔子的对这是孔子的这种哦这里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基督一转是怎么回事按照这个理解啊就说在用一这个这个写一基督一转的意义先说就是在耶稣在圣经神学的角度或者在基督神学的角度来理解一经写的内容是怎么回事嗯所以他起名叫做基督一转 当然了有的这个呃学者就是我呢读完之后我呢就是非常好我呢也给了一些就是懂艺经的人老师比如说咱们这边的张才老师看了一下张他是清华大学在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而且专门教艺经的对对对对他看来说非他也很赞赞扬这本书啊就说这本书写的很很就说思想很鲜 这个这个这个心影啊对对视角这个非常吸引但是呢他也提出了一些那个呃这个疑问吧疑问或者是建议性的呃评论比如说呢他说这个嗯啊这个呀是这个如果是神的真理是在那里的上帝的真理是在那里的方案的话嗯这个首先你要能够我再说你要能够 写这个基督益传的话你必须得基督这个神圣经神学你得完全懂而且你又得把这个益经是完全懂你才能写出来嗯是吧你你我就我懂神学写不出来王老师懂益经写不出来我们一个人得两个都懂才能写好是啊然后呢这个我在说这个这个这个基督益传呢他怎么写呢他是啊既然益经是普世 普世性的真理啊普世性真理的话自然耶稣基督基督就会藏在其中嗯哦对吧那好那我们怎么在把两者两者肯定不是矛盾的那怎么能够把两者连接在一起呢因为呢这个益经啊他有六十四卦嗯我认为啊就他得写到就说这六十四卦是描写了只是世间六十四种变化变化对呃对吧结果 这个呢这个田同心老师呢就在从新约开始从耶稣降生创世创世纪然后直接耶稣基督降生直到这个耶稣新约的产生到使徒把这个既温传出来传出去他呢找了六十四个相应的故事来套到这个呃一经的六十四卦中对他们对应 保险啊他发现啊这他的发现他说这个六十四卦他找了一个六十四卦卦序嗯而且呢和这个故事的情节一对他翻现他发现能对上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对上百分之百的对上嗯哦这是田老师的发现啊他他的理论他说是这是一种方式就说这个从创世前卦开始到最后一个卦 他这个挂虚啊不是随便的他是有一定咱们先竖摸道理咱们可以讨论在这个故事发生发展整个基督的过程中他也是一致的嗯这是他的理论啊我们呢呃我呢还不知道我们所有要一点点讲一点点讲给大家分享包括我也是我只看了目录和前面的章节对我们我们将会一起共同学习 共同学习不一定他说的就对然后呢这个张四海老师呢也是说他呢是这个前面的很合理但是后面可能个别的 不是的那么贴切我们也在发现因为可能张老师也没有完全看这个每一挂的内容是不是啊我们呢在研究的方式一种研究态度上啊来来看走一遍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 嗯啊如果是硬套的话那就是有点牵强了就是你硬套的话这那这一个学术的话你硬套这就这套理论就不合理了对不对 然后如果这个易经的解释的易经如果和圣经联系在一起不一定用故事套这个这个也是一种建议啊不一定用故事套但是能够套的话说明是是不是更有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嗯啊就是张张老师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啊 还是一种圣道哦就圣道就是你成圣的一个道路吧嗯对其实周易呢他也是一种圣道就是成圣道是这样啊对哦那你要是这么去理解他的话呢他两种圣道他这应该是有些吻合既然是都是讲真理的他应该是可以吻合上的哦对那我个人我讲周易的时候其实我也会 所以把这个易经的思维模型啊会套到一些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用法应用场景里面去的比如说我们讲钱挂嗯你讲钱挂就是为君之道也就是说你讲讲你是通过一条龙攀登的一个故事我们来体会一下一个作为一个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领导人嗯哎你作为一条龙是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这个心智模式的一种变化 嗯嗯像坤卦的话我就讲我们我们讲的就是一个你如何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宰相 哦哦就是为臣之道一个是为君之道为君之道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这些思维模型啊用在我们其他方面 比如说我讲到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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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只要是你一件事非常有道理 古人那是这么讲的 你认为什么事非常有道理 这个道理一定是不是说这件事 它才有的这个道理一定是连通的大道 是这意思吧 你一定就是说我引经据点的 可以解释你这种现象 大概是这样的 它一定背后有一个内在的联系 那田老师的意思 那既然圣经它是一种圣道 它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它认为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那周易是解释真理的一本书 那必然可以相互佐证 当然田老师也是比较谦卑的说 他是一种常识 他没有说一定是怎么怎么样 老实讲就是白晋 以及白晋那个时代的一些传教士 他们就做了一些解释 但是这些解释你让我来看 因为我是一个对周易 对周易文化有过一些学习的 对我看他有时候我会觉得牵强 牵强对对对 所以这套理论我们要探讨 我们没有说这一定是你们要接受这个理论 没有我们在探讨 我希望田老师这套是一个让我能够 不一定说这件事是一个绝对真理 绝对真理 可能我们很难去与我们的眼睛去鉴别 但是从逻辑层次上来说 从这个故事的一个眼镜推演来说 我们能够觉得它合理 能够对现代人有所帮助 是 然后张老师也给的建议 就说这本书 你们要想一想它的用途是通过这本书 更好的理解了圣经了 还是通过这本书更好理解了易经了呢 还是两边都可以 是不是 还是两边都可以了呢 是不是 那这这个呢 我们还有一点就说这个 这个呢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 不是西方了 这个老是把基督教成为西方 就是这个也是田老师 要把基督教摘掉西方的帽子 认为这个基督的这个核心呢 它是普世的 它去西方化 存核心 然后呢 好东西要进入中国 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的那个中国 这个核心当中 在发生光大 田老师里面 我看续言里面提到一些 提到一点啊 就说诗篇里面 那诗篇呢 跟我们讲 跟这个这个 耶稣的使徒行传 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哦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从诗篇里边 那些感悟 你放在使徒行传上来讲 你一样能套得进去 能套得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那都是圣人感应的 对不对 那如果要是说写诗篇的人 他们是圣人可以感应 那同样 我们在中国的圣人 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我们在这本书里边 耶稣一传 基督一传 这本书里边 无非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假设 中庸系统神学 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写中庸的圣人 他们可以感应得到 那写周易的圣人 一样能感应得到 嗯 对 他 他 对 然后这个还还有一点 就是重要的一点 叫基督 这个基督一传呢 他呢也是讲的是 虽然田老师推崇的是儒家 儒家神学 但是他这个神学啊 他这个神学不是说泛泛的神学研究上帝 很多人 很多信上帝的有没有 现在信上帝的 很多不广基督教信上帝 穆斯林也信上帝 是不是 嗯 还有犹太人也信上帝 对 还有很多 那个现在什么 那个新生灵也信上帝 还有包括什么 那样的 但是呢 嗯 这个 能理解上帝的话 要先理解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呢 基督一传就是通过中国的古代的传统的译经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核心还是耶稣基督 在这一点这个也是基督一传里的神学所谓的那个注重的核心 以新约开始 嗯 诗篇呢 虽然诗篇写的是 啊 里头提到诗篇 虽然诗篇写的是大卫王和上帝之间的那种情感 但是呢 大卫王也感受到了 将来未来那个救主是什么样子 他在诗篇中就描述出来将来的那个救主的样子 嗯嗯嗯嗯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啊这这这些点嗯这些点我们将一期一期的64挂开始给大家介绍 对这是一次很好的一些尝试也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 嗯也是通过这个大家更加了解了不单是 易经也有圣经的呃圣经的救恩互相的在交织在一起对看看他们的共同是怎么 我们不是说加强了这个两种不同宗教的一种分歧嗯而是我们希望两种宗教可以 进行一个对话嗯对增加彼此的了解对耶他这个耶叫做耶儒对话 这已经呃已经很长时间了走走这个做这种呃对话耶儒对话包括将来以后的呃包括佛家呀或者什么的更加的道家 啊更加深深层次的交流对嗯这是我们这个将要做转第三圈的嗯要做的刚要刚要对所以谢谢大家的关注嗯 请也希望订阅我们的频道嗯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